神需要人,而人需要基督。 没有人,神就不能完成他的定制。 没有人,神不能做任何事。 另一面,我们也必须说, 没有基督,我不能做任何事。 我们在这里是为着神, 基督在这里是为着我们。 我们若不是为着神, 并且没有基督为着我们, 我们就是悲惨可怜的。 不幸的是,这正是今天是人真实的光景。 世界上的人不为着神, 也没有基督为着他们。 他们自己做主,信靠自己。 但我们基督徒与他们不同, 因为我们是为着神, 并有基督为着我们。 神无意要我们凭着自己彰显他, 或凭自己为他做什么。 神的目的乃是要我们接受基督做生命, 而彰显他,并为他做事。 主耶稣说, 离了我,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 然而,使徒保罗说, 我在那加我能力者的里面, 凡事都能做。 没有基督,我们不能做什么。 但有了基督, 并在基督里, 我们就凡事都能做。 你们青年人都该学习, 如何以基督为你们的生命, 而为着神。 我若问你们在这里做什么, 你们不该说, 你们是在这里读书或做事。 你们必须回答说, 我在这里是为着神。 用什么方式? 乃是借着以基督为他们的生命。 这意思是说, 他们惜基督, 喝基督, 并吃基督。 没有基督, 人不过是虚空的器皿。 人这虚空的器皿, 需要基督做内容。 这就是为什么, 我们必须向基督敞开我们自己, 接受他做我们的生命。 你需要一直敞开自己, 呼求他的名, 不论你在哪里, 处于何种环境, 不论你面对任何人, 或被人如何对待。 你要忘记你自己, 和你讲的道理。 只要向他敞开呼求, 哦, 主耶稣, 只要享受他, 他是你生命和你的内容, 是你人生的意义。